教育部副部长张念全透露,昨天巴西古当金金河发生的化学废料污染事件,一共造成39个人送入医院治疗,目前有4个人还在接受治疗。 其中一名是救护车男司机,他的情况需要院方密切观察。另外两名学生以及一名国小食堂业者则是情况稳定。 张恋群今天到访新山班南专科医院慰问受影响的人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该名正在深切治疗室治疗的救护车男司机来自巴西古当一间政府诊所,相信是不停来回载送,因此受到化学气体、甲烷影响。 他透露,入院接受治疗的还包括附近的21名中小学生、一名老师、一名食堂业者、一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其余为当地的居民。 他表示,大部分人士情况已经稳定,只有少部分还需要观察。21名学生当中,9名为小学生,12名为中学生。 我们将召开新闻和达职业。我们希望,基朗能够受到的确认。 我们将召开新闻的确认。但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行动的确认。 一种行动的确认。一种行动的确认。 已经指示巴西布谍国中和国小关闭到这个星期六,但还需要观察事发地点附近,是否还有出现化学气体污染事件,才决定是否延长学校的关闭期。 张念群谴责,清道化学废料到河流的人士非常不负责任。而这也是全国最严重的化学废料污染事件,因为目前还有四个人在深切治疗室治疗,其中包括两名学生。 在新闻发布会进行到尾声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巴西古当居民突然发言,指事发地点附近的住宅区还是飘着浓浓的恶臭味,希望当局重新启动行动室,展开调查和后续工作。张念群承诺将会向相关单位反映。